身為忙碌的現代人 你是不是遇過以下的情況 在家裡等快遞等了一整天 結果他都沒來 然後你一出門跑去吃飯啊 接小孩 然後快遞就突然打電話來 你就得急急忙忙狼狽的跑回家 又或者是你洗頭拉屎到一半 突然有人按電鈴要你收貨 那這時候你只能把頭衝掉 把屎 感覺都非常困擾 又或者是你開店當老闆 請了公讀生 但是你又不放心 把整個門禁系統交給公讀生 那身為老闆的你 就只能跟著公讀生一起上下班 或者是你住在大樓公寓 那你的對講機壞了 可是整棟大樓 不可能因為你一個人 而把整組對講機換掉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今天介紹你一個好東西 它可以讓你在不換門 不換鎖的情況下 就地升級智慧門工系統 讓你用手機 你直接看到來訪者的影像 不用帶鑰匙也可以直接開門 還可以讓來訪者來賓 擁有現實的權限 到底是什麼這麼神奇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來在我旁邊的這個是智能巧家居的 智慧門控豪華全配 那它的組合裡面 包含門控記憶台 攝影記憶台 可視門鈴 它包含室內響鈴 還有開關門偵測的控制器一組 好 這個是智慧的門控機 那它是用來連接你家裡原本的鐵捲門 或者是陽極玻璃門 或者是其他資源的電鎖 那它裝上去之後啊 它會透過Wi-Fi 連接到手機 當你的手機送出開門的訊號 那門控機的迴錄 就會送出開門的訊號 比如說像這邊裝著 那你用手機送出開門的訊號之後 就會連接到這個鐵捲門的開關 然後幫你做開關門 再來是可視門鈴 可視門鈴現在我裝在這邊 它是將傳統門鈴 加上攝影機、對講機、聯網 它本身支援IPX是防水 所以不管是室內外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安裝 當有人按門鈴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手機跟戶外的可視門鈴 跟來訪者做視訊的通過 這樣就非常的方便 好 這台攝影機 我現在就裝在這個地方 那它本身支援防水防塵 那支援720P Plus的錄影 那可以插最高128G的記憶卡 也可以設定紅外線的動作偵測 它會像行車記錄器那樣 只要15公尺之外有人經過有動作 它就會自己錄影偵測 而且它會支援循環的覆蓋錄影 那夜視距離可以高達15米 那自動切換IR卡的感應器 那在夜光環境下會自動開啟紅外線的夜視 那如果哪天有什麼狀況 就可以拔記憶卡 然後找出最近的一條影像紀錄 那也可以透過這個APP來直接查看 另外還有一個Chill的APP 這個APP是用來管理查看 上面三套裝置的功能 那安裝方式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選擇自己裝 或者是請原廠來裝 那智能小家具啊 智慧盲工機 他們原廠也提供一個DIY的影片 如果你不擅長電子的DIY 我是比較建議你請原廠來裝 比較省麻煩 那請原廠來裝的話 大約是以前出頭看距離 那如果是請原廠提供安裝教學的話 那大概看著教學兩個小時內可以完成 像我是請原廠來裝 因為我其實對電子配線不是那麼熟 然後要爬上爬下來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請原廠來裝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的工作室啊其實就是這種形態 公司經常會有快遞要收送貨 那外送啊要送上給我們公司的弟弟妹妹 可是我們又經常外出跑記者會 跟物流的時間啊常常約好 他又不準時 每次都搞得我非常活大 等不要緊喔 你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才你才會生氣 可是裝好了智慧巧家具之後 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比如說我現在外出工作 可是快遞跑到我工作室門口 那說要收貨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拿起手機 用遠端鏡頭確認一下 是不是快遞真的要收送貨 那接著我就可以用遠端開門 然後把鐵捲門開一點點 讓快遞可以把後塞進來 那全程我都可以從手機這邊看到 等快遞放進去之後 在遠端把鐵捲門放下來 欸搞定 就這麼簡單 不用特地再跑回去一趟 有門控鎖真的是方便很多 那第二種情境是訪客要進出啊 熊貓UberE要送餐 那像我們工作室有1、2樓 原本的電子門禁啊系統 需要我到1樓去按開關幫他開門 所以每次有訪客按門鈴啊 大家都要推來推去 大家要懶得下去幫訪客開門 那更煩人的是啊 那種純粹來推銷的 你知道以前都要特地跑下去 才會知道對方到底是誰 那現在有人按門鈴喔 我就可以直接拿手機看到他是誰 然後可以直接跟他對話 問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替他開門 那還有一種情境是我開店做生意 然後我請了公讀生 那我比較不放心把整套門禁系統 交給公讀生使用 那很多開店的老闆啊 事業到一個規模之後 會請員工 公讀生或臨時工 一早去幫你做開門或去備料 那可是要你把整套門禁系統 交出去又會覺得不太安心 可是不交你就只能跟他一起上下班 那這樣子有請人就跟沒請人一樣啊 你就沒有爽到嘛 那有人說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但是新聞這些事情喔 就是經常上演 什麼員工偷打鑰匙啦 複製遙控器 然後整間偷光光 你也不想成為下一個系統的受害者 那用了這一套系統之後啊 員工只要到場打電話給你 你就可以遠端幫他開門 那下班之後也可以遠端幫他關門 那整個你就會方便很多 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作息來上下班 那還有一種情境就是民宿業者 他可以讓住戶現實進出 那智能巧家具啊智慧門工機啊 他除了自己用之外啊 你也可以開放給訪客使用 像是民宿業者就可以利用訪客的ID 讓這一批住戶啊 在租屋的時候啊限時間進出 比如說你的住戶是從下午入住 那隔天的早上退房 那你的門禁就可以設定 下午2點到隔天早上的11點 讓住戶下載APP之後啊 在這一段期間 有完整的進出權限 他鐵捲門可以開 然後大門也可以開 車子可以正常進入 那退房之後啊 這個權限就自己會消失 那你就不用怕住戶去複製你的門鎖 好 最後總結一下這套系統 這套智能巧家具系統啊 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不用改變原來的鎖 它就像一套外掛一樣 裝上去之後就可以擁有遠端遙控啊 視訊影像 訪客系統 監控錄影的功能 那所有人都不用換鑰匙 不用換遙控器 因為你的鎖也根本沒有換 對所有人都沒有影響 而且這套系統是買斷的 跟那種保全公司提供的系統不一樣 它不用月租 沒有額外付費的問題 三個配件都可以依照需求單獨購買 它不會強制你要購買整套 比如說你只想要購買智慧門鈴 那你不要控制鐵門 那你就買個門鈴就好 那或者是大樓對講機 本身有私訊鏡頭 可是你有想要遠端開門 那你就在家裡裝一個門控機就好 那它的搭配組合都非常的靈活 那我這一陣子實際使用下來 我覺得運營真的是相當的方便 如果你也有這些需求的話 這一次的乾爹 就是這一次的智能小家具的廠商 他也有提供給我的讀者 有專屬的優惠 歡迎參考下方資訊欄的廠商資訊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這個地方 還是記得 dropdown題 先說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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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